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我将分享一些非常简单的抒压的方法 你在自己的办公桌前面也可以一起跟着做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把双手放在你的肚子上面 然后你可以慢慢的感觉自己的呼吸 吸气吐气的时候 尽量都用你的肚子来做吸跟吐 那你也可以把你的眼睛稍微闭起来 好 只用你的鼻子来做吸气跟吐气 吸气的时候感觉你的肚子好像一颗气球一样往外扩张 吐气的时候一样气从你的鼻子出来 然后这颗气球慢慢慢慢的往内消沉下去 再次吸气 吸跟吐的时间可以慢慢的拉长 感觉你的肚子的肚皮来推动你的手掌心 就是吸气 然后再次吐气 好 这就是瑜伽里面所谓的腹式呼吸 因为腹式呼吸它是一个比较深沉的呼吸 它可以帮助你的身体的肌肉做更多的放松 然后再来一个是它可以让你的思绪保持清醒 而且可以达到最佳的放松状态 那再来一个抒压的小撇步呢也很简单 因为我们眼睛呢其实是如果你觉得很疲劳的时候 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眼睛特别特别的酸 而且特别的色 尤其是你在打完电脑之后 然后或者是你看完很多的文件啦 然后做很多的工作之后 这动作非常的简单 只要用你的双手就可以达到抒压的功能 第一步呢就是把你的双手在你的胸前 把它慢慢的搓热 然后呢手掌心把它贴在你的眼窝的四周围 好当然这个时候你的眼睛是闭上的 好然后呢保持你的吸气跟吐气 然后你可以感觉到你的手掌心的温度跟热度 好像传达到你的眼球四周围的肌肉群 然后保持你的吸气跟吐气 然后慢慢的吐气放松 OK 好放松了之后你的眼睛还是闭起来的 眼球可以在眼睛四周围呢转动 绕一个圈 当你的整个眼球放松之后呢 你也会发现你的脑压也变得比较小一点 然后你的整个精神也会变得比较好 那建议大家呢在食物的摄取上面呢可以多摄取含烟碱酸的食物 也就是维生素B3 那维生素B3呢它其实是可以改善许多我们情绪上面的问题 例如说紧张啦情绪不稳定啦低落等等 那含维生素B3的食物呢我们可以分为动物性跟植物性的 动物性的呢就是一些肝脏类啦牛奶啦白肉啦等等 那植物性的食物呢有例如说胚芽米芝麻花生绿豆等等这些食物 另外呢运动也是抒腰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因为当你在运动的时候呢你的体内会分泌一种叫脑内肺的 它有助于提振你的精神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一颗开心快乐的头脑化压力为助力